大家好,很久沒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煮南乳薯仔炆雞翼 希望大家會喜歡 對呀,今天煮雞翼,希望和大家講得快一點點 一樣,雞翼我也是會找粗鹽去刷牠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讓牠出血水 好了,已經刷牠大約九個字了 血水都已經出來了 我們可以在水喉那裡去吐一吐,捏一捏 大家可以看到已經很白色了 我盡量按摩牠,令牠不會有那麼大股雪味 而且血水都可以逼出來 我還有一些薯仔,這是薯仔蛋 這裡三隻的芬蘭 一樣,通常外面的廚師都是會走油的 我們家庭式就不想太多油 我把薯仔切開了,用水浸它 大約浸它一個小時 浸到它再換水,你看到水那麼清就OK了 待會煮的時候就沒有更容易冷 我待會煮南乳汁的份量就是這樣 由於我很喜歡薯仔蠔油雞翼 我又喜歡雞翼有蠔油的 我今次煮南乳薯仔雞翼 我都希望那個雞翼裡面有南乳的 那我就將所有材料放進去 那我就將所有材料放進去 我們可以開少少少的小慶酒 去將鹽魚、腐魚硬爛了 先將鹽魚、腐魚硬爛了 這樣我就加上黃豆醬 黃豆醬煮這個菜是很配的 加上蠔油,加上糖 大家這個時候可以試一試味 是很濃的 但不用怕,因為待會我們會煮汁 好嘛,這樣試一試 嗯,很香濃的 雞翼我們一樣就吸乾它的水分 我們醃了雞翼先 剛剛拍不到啊 我加入1.5湯匙的醬料 醃了雞翼去 我會再加入生粉水 這樣拌一拌 之後就把油封了 大家最不喜歡的了 加少少 拌勻它 最少醃它半個小時 待會見 那我的薯仔已經是OK了 很乾身 我們就拿乾水備用 那我今次都一樣 我同步做 因為我都比較趕時間 那我每邊都加少少油 易潔都不用加太多的油 那我就先開個火 好,兩邊都燒一燒它 如果大家不喜歡我這個方法 可以用一個爐頭去煎香雞翼才可以的 那我這邊先加了雞翼 雞翼已經醃了大約半個小時 那我們就把底部放下去 好香啊 那些醬汁盡量不要放下去 那我們煎南乳雞翼一定要調小火 要不然很容易會燒的 我們不要移動它 我們不要離這裡 好了,到這邊都油滾了 那我今次呢 說完材料先 我有些乾蔥頭 我有些蒜泥 我有些甘筍 那些蔥稍後再加進去 那我現在就爆香了 乾蔥頭和蒜泥 把雞翼放在這裡 放一些分別 將它放在這裡 放一點分別 很容易燒的 你可以移動一下 煎至七成熟 就可以了 我們待會可以後加下去回鑊 那雞翼就會入味 而且它會滑身一點 不會粗糙的 做法跟上次一樣 聞到很香 我剛剛剩下的醬汁 我會放在剛才的醬料裡 我們拌一拌 我們會炒一炒醬料 令它長麵豬更加香 然後在這裡差不多 我們可以看看汁味 可以翻一翻 因為很容易燒的 有南乳 好 到這邊了 炒香了 聞到香噴噴了 我們就放薯仔下去 攪一攪 薯仔已經浸了 一個小時 還有一些甘筍 好香噴噴噴 這個方法相當不錯 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看是否適合吃 OK了 這個情況我也是喜歡加熱水的 剛才我們那個醬汁那裡還有少許 我們就加點熱水下去 拌一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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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跟上次不同了 不用蓋過薯仔 我們開大一點的火蓋 蓋蓋 蓋蓋蓋 轉大一點的火 讓它滾 我們煮軟的薯仔就可以了 因為由於大家用的薯仔都不同 那你試乎 你稍後再看一看 它刺下去軟就OK了 現在開大火煮一下 先煮一下 到這邊的雞翼 很蝦蝦 動一下它 大家看看那個效果 OK的 這個方法真的不錯 煎到它金黃 我們待會再回鍋的時候 就會很快熟 而且就很滑 OK 噴噴噴 這裡不可以 薯仔 你看到它現在已經大滾了 我們可以調回 一個小火 小火 中小火 煮了8分鐘左右 等它軟 OK的了 這個效果 我們可以關火 蓋住它 不要理會它 等薯仔那邊差不多 我們可以放下去回鍋了 差不多時間了 煮了 那我們可以看看薯仔 能否刺下去 因為每個人的薯仔都不同 已經爛了 OK了 我們可以放下雞翼 開大火 煮它一會兒 大家看看 OK 我們蓋著它 煮了5分鐘左右 中大火 不要太大 煮了差不多5分鐘 我們可以 看一看 吸收了味 我們現在可以試一試味 是否正確 如果太濃 太鹹 可以加一點糖 水 嗯 適合了 我會放一點顏色 和老抽 因為它出來的效果 始終都是 紅紅的 加一點顏色 就會更好看 我們加上蔥段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有多汁 如果大家想再更入味 我們可以烤它5分鐘 再拿出去 稍後見 OK了 我們可以拔起了 大家可以見到 烤多5分鐘 汁收得很好 那就搞定了 大功告成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南乳 薯仔 燜雞翼 加了個 裝飾 進去 這樣 還有啊 很開心啊 收到很多網友的支持 經常都提及我 要快點過10萬訂閱 終於到了10萬訂閱了 我也很開心 不過獎牌還沒在手 到時候我收到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 聊聊天 這樣 那不說太多了 先試吃 先刺了個薯仔 已經軟到爛了 但形仍依然保持得很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好軟啊 我喜歡軟一點 那個薯仔 好快軟 還有夾雞翼 大家看看 效果還好漂亮 裡面沒有血水了 這個效果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做來吃啊 看合不合吃啊 做完之後告訴我 我想近來 大家都會跟我一樣 不敢出街住的了 因為都比較危險啊 都令人很擔心啊 希望大家都注意衛生 大家都百毒不侵啊 那好啦 下集再見啦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